有爱心的都拉 暑假,都拉到农村爷爷奶奶家玩 这一天,他跟着奶奶去后山转悠 没走几步,眼间的都拉就发现 不远处草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还不时伴有低鸣声 他好奇地走过去,拨开草丛一看 原来是一只受伤的小狗 只见他摇着尾巴,对着都拉嗷嗷地低鸣着 奶奶,这里有一只受伤的小狗 你快过来呀 怎么了,都拉 奶奶,你看,小狗的腿流血了 我们把他带回家照顾,可以吗? 当然可以呀 照顾小动物是富有爱心的表现 奶奶支持你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被他咬到 我知道了,奶奶 不要怕,我带你回家 小狗像是听懂了都拉的话 使劲往他身上蹭 惹得都拉哈哈大笑 都拉小心翼翼地抱起小狗往家里走去 一走进家门 他便将小狗轻轻地放到地毯上 拿着酒精药水纱布 给小狗擦洗伤口 为他消毒 并涂抹上药水 最后又用纱布将伤口包扎好 待全部整理好后 都拉又想起 小狗可能还没有吃东西 于是 他就跑去厨房 拿来了一些吃的和水 小狗感激地看着都拉 然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看着可爱的小狗 都拉笑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